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 那我們今天就玩一下 我們一拳超人最強之男喔 那我們今天基本上 因為哲平剛好60等了啦 那基本上其實我們每一個升10等之後 好像都有這個禮包啦 那這個禮包的話 基本上一開始哲平都沒有購買 但是到我們50等的時候 哲平就有開始在做我們的購買喔 那最近我覺得還算是滿划算的 因為基本上他是 三個禮包選一個 那如果你是跟哲平一樣 就是比較小客的玩家呢 是建議大家可以買一下我們這個2690喔 因為2690換算成裡面的一些禮包的話 基本上其實這樣還算是滿賺的 38張這個強者招募券 還有我們38張的就是黃券喔 紅券跟黃券 然後再加上我們3880的這個鑽石 所以是還滿賺的啦 而且基本上三個禮包可以選一個 那如果你是比較無課玩家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拿一下我們左邊的這個328鑽石 就可以購買的這個禮包獎勵 我是覺得還不錯 所以等級禮包的話 因為好像50等 60等 70等好像都有吧 那我是不知道10等或是20等 或是30等的時候有沒有啦 那基本上的話 我是建議大家如果你是小客玩家的話 都可以來購買一下我們這60級的限時禮包囉 好 那我們這樣就來購買一下囉 哇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可以購買到我們這些鑽石 還有我們強者招募券喔 那SSR萬能的這個任選項的話也是不錯 因為那個東西的話就是你可以就是 來頂替就是我們的那個 欸...這個... 解放的這個碎片啦 就是我們這個如果你原子武士沒有5張碎片的話 你是可以用一下我們萬能碎片來拿喔 那萬能碎片的話就是你可以就是讓他就是 當作SSR角色任一隻 所以這個碎片的話其實也是還滿重要的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沒辦法抽到這麼多原子武士的話 也是可以拿一下我們這個萬能碎片喔 所以這遊戲的話基本上裡面還滿多就是... 欸... 東西是可以慢慢拿的啦 就是你真的沒有辦法就是像澤平一樣課金 或是像其他我們那個溫爹爹課這麼兇的話呢 齁齁齁 你們都是可以就是慢慢玩這款遊戲 然後慢慢的把它乾起來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所以這款遊戲的話我覺得就是... 欸...有愛最重要啦 所以大家的話也不用就是看到我們 啊就開課金的話就一定要硬要課金這樣子喔 那今天的話因為我是有出去玩啦 所以回來的時候呢我是還沒有打這些東西 我們先來擺一下這個打完喔 要不然我們可能就沒有辦法消耗我們那個... 次數了 那今天的話我們待會會再繼續來抽一下 應該抽個40抽吧 因為...不起來說我們上次已經抽到了100抽了嘛 那...40抽 然後我們最後一天再抽個40抽 我們就可以到180抽 那180抽我們就可以履取了一隻我們原子武士喔 那我自己真的是還滿開心的 那...我們昨天就跟大家介紹另外一隻帳號 那隻帳號是比較偏坦克型的帳號 那...那隻帳號的話基本上澤平還是會繼續玩 那...我們本帳這邊還是會繼續玩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澤平的話這隻帳號我們都已經課金了 怎麼可能會不去玩呢是不是 雖然前...雖然我朋友那隻帳號比較厲害啦 但是...那隻帳號是在地底玩比較可惜一點點 如果那隻在我們的那個銀牙的話 我很有可能喔...會... 有可能會跟他調換一下 很有可能會玩那隻啦 不過...基本上的話因為他在地底玩啦 所以我還是...堅持在一下我們這個銀牙喔 畢竟...雖然邦古是澤平最喜歡的那個英雄角色嘛 OK 那兩隻帳號都會玩啦 如果之後那隻帳號有一些就是比較酷炫的一個搭配 或是有一個比較酷炫的一個打法的話 也會再拍給大家分享一下喔 那...兩隻隊伍的話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自己的一些組隊方法跟澤平分享一下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我們就來做一下我們的重頭戲啦 基本上的話我們先把這些都領一領喔 因為我們今天還沒有倒 那...待會的話我們就要來繼續抽一下我們的那個... 原子武士的東西了 那每天的話基本上我都會把這些就是... 票券啦 都先打一打 因為...之後的話可能會出很多角色啦 那...那些角色的話都還是需要我們這些票券的 所以這些票券的話就可以來通關一下這樣會不錯喔 那...像我們這個那個... 欸 探索這邊的這個首領挑戰的話我也是每天都會給他打完這樣子喔 這邊60等有一個新的這個親眼可以打喔 我們先把後面這些都一拳通關掉喔 這樣的話會比較輕鬆一點點 那這些的那個獎牌的話你就可以拿去升階我們的角色啦 基本上角色升階之後的話呢 基本上戰力都會變很厲害 而且二星階段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讓他們有自己的那個就是...第三招技能喔 那第三招技能的話通常就會還滿好用的 就是有一些是被動啊 或是有一些是增加了一些攻擊傷害喔 那像如果你要拿我們文少女的話呢 你打我們這關卡的話也是可以拿我們的文少女啦 所以最近的話哲平應該也快要可以就是... 合成我們文少女了 所以到時候文少女出來的話 哲平會再來拍影片分享一下 文少女大家為什麼那麼喜歡喔 應該就是因為...很燒吧 哈哈哈 像我的話我應該也很喜歡好不好 越燒我越愛好不好 這邊的話有沒有看到我們這個文少女 這邊的話都有機會可以掉落碎片喔 OK 打完三次有沒有 打一片有沒有 你打六十天 你就有一隻文少女了 所以這遊戲算不算不不不不不 但是某些程度來說的話這款遊戲還說真的啦 是真的還滿... 滿需要... 也沒有說一定要花錢啦 那只是你如果要去打一些就是我們那個什麼PVP 或是要拚什麼東西的時候才比較需要花錢 那最近的話有一些觀眾朋友跟哲平講說 知道原子劍的一些取得方法喔 那原子劍的取得方法的話你可以直接... 呵呵 消費台幣10萬塊好不好 他就會送你一個原子劍的部件 要不然就是你參加我們的那個... 怪人X英雄的挑戰 就是我們之前拍的那個怪人X英雄的挑戰 如果你前三名的話呢喔 前三...呃...是這個吧 是這個嗎 我忘記是不是這個了欸 忘記是不是這個了 這個的話基本上好像前三名的話喔 還是我們另外一個我就忘記了 前三名的話你好像就有機會可以取得我們的那個... 原子劍一把而且是免費的 所以難怪會滿多人都會想要就是挑在前面這樣子 是這個英雄X怪的還是另外一個啦 這個我就... 我就不太知道了好不好 呦 這邊的話有一個目標獎勵好不好 來看一下 這應該好像... 有可能是這個吧 進度榜 有可能好不好 這個的話就可以那個... 拿到我們前三名的話就可以拿我們那個原子劍 但是哲平之後的話應該會等一下 另外一個活動 因為聽說之後有活動是可以直接抽原子劍的 那好像會有保底吧 所以我們可能就抽個幾把出來喔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做一下我們的重頭戲啦 這邊的話有我們的54張精英招幕 還有我們的41張的這個紅券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來抽一下黃券 黃券這邊的話其實我也是滿想要抽一下這個... 沒有薩迦德的啦 那如果大家覺得沒有薩迦德好不好用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喔 那如果我們這邊抽到阿修羅獨角仙的話 應該會報喜了 好 先來抽一下 來一個阿修羅獨角仙吧 來一個阿... 欸 只要我們兄弟聯手就能征服一切的王者 這臭怪了... 臭怪了臉喔 臭老臉 沒問題 耶耶耶耶耶耶耶 連組開起來了 欸我還蠻想要問一下這個連組應該不是要上場的吧 應該就直接有開對不對 因為如果要讓這幾隻全部上場的話 我們戰力應該會滿低的喔 這應該是直接就是有開起來就會有滿多那個連組角色的 不錯 好 這邊的話 臭了臉終於是出來了 開了我連組 這是什麼 只要... 欸又是你 不要不要再來了 不要再來了 那個... 那個阿修羅獨角仙吧好不好 來 拜託 來個金色的好不好 來個金色的 金金金 金 亮金金 你懂金嗎 沒有欸 哇 亮金金 金色 金...好 你覺得沒有察覺到 哇 聚合鐵阿 不要啊 那個亮金金的好不 金色的 阿修羅沒有好 GG 欸 之前一直抽到阿修羅獨角仙一直不喜歡好不好 結果 結果現在終於很想要這隻角色了 好 那我們今天一樣就來抽一下我們40抽這個我們的原子武士 看一下能不能好不好 取得我們的原子武士啦 10抽 來 這隻跑很慢喔 希望會有金色的跑出來 來 拜託了 金色的 金色的 原子武士 哇 這是誰 只敢輕舉妄鬥我就把它燒成焦炭 這應該是青椒吧 一個 喔 青燕啦 不是青椒 青椒是誰 然後沒有問題 哇 兩隻 幽靈城鎮的怪物 這應該是那個吧 昆布 OK 昆布沒有問題 好 這邊可惜了好不好 不過我們還有30抽 這什麽 呵呵 食物來了 這誰 喔 嗚 嗚 喔 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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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文少女了 撞 撞 撞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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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是抽到文少女了 不過我們都已經可以換的感覺了耶 哇 可惜 最後20抽 再來一隻SSR吧 有這麽難抽嗎 我們之前 真的是很幸運欸 但還是不能大意喔 彈王武啦 我們之前真的是超級無極幸運的 現在終於覺得 有夠難抽的 好啦 最後一抽 看一下好不好 來個SSR吧 哇 我的頭蓋骨 不要再垂頭啦 欸 SSR 真的沒有那麼好抽欸 欸 真的欸 哇 這次真的是直接 槓固一波欸 我的天 好不好 這算蠻可惜的 不過目前來說 我們的活動這邊的阿 已經抽了 100的那個40抽了好不好 所以接下來的話只差40抽 我們就可以把原子武士帶回家 不過 這跟我預想的是不一樣的欸 因為我原本想說 我們搞不好可以 哈哈哈哈 我們原本搞不好可以好不好 我難過了 原本想說可以180來個SSR的 再更多隻 結果沒想到我們這邊直接敗掉了好不好 這蠻可惜的啦 原本想說 運氣再好一點點就不行 哈哈哈哈 原本是可以以為的好不好 不要再以為了 所以我們第一次抽原子武士 真的是一個塞狼好不好 40抽直接中 這個大概 大概真的是 這個是上輩子燒了好香的 這邊的話 大家不要血喔 我覺得這邊的話 180保底我覺得建議大家還是 把它拿起來會比較好 因為畢竟就是40個碎片嘛 這個大家可以來考慮一下 不然你看我這邊平常抽這40抽 基本上沒抽到半隻的話就可以知道 我們這隻角色有多難抽了好不好 真的是 哇 我現在心情好像有點難以平復了欸 不過應該還是很OK啦 好 那我們今天主要來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我們的那個等級禮包 我是覺得等級禮包的話 如果你是個這麼一樣 是小課玩家的話 是可以來買一波 因為這邊的話呢 我們是可以那個 可以就是賺比較多啦我覺得 但是你不花錢的話就是最賺的 但是如果你真是想要花錢的話 可以從禮包下走 像這邊的話都很喜歡買禮包 我們之前已經跟大家講過了喔 那抽運來說的話呢 我還是覺得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這隻角色的話 還是把握一下我們的定向遊里這邊180 就直接會有一隻 所以我們接下來只要再抽40抽 就會有我們的原子武士了 所以就 希望這40抽的話 裡面可以再中幾大級的S.. 其他隻的SSR啦 像我們昨天已經發現了那個 深海王跟超合金黑光真的是很厲害喔 所以希望是可以再抽到他們 希望囉 好 那我們今晚就去玩到這邊了 覺得這邊今天運氣好像蠻非洲的話呢 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囉 影片到四點鐘的時候 點個晚上五點半個晚上七點鐘 點點鐘影片要打開看一下啦 那到四點鐘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